各位大家好,今天就看看香港有一段車鏡片說疑似一個時空旅行的人 無緣無故出現了一個在馬路那裏 大家先看看 這裡就是禮賓府附近,上了天橋 短車鏡片已經很久了,9年前了,所以質素也未必是太高清的 就在這裏,人就出來了 其實這個慢動作看一看,就在黑色的七人車出來了 就坐在這裏,然後走到斜尾位置 這樣其實再看看 因為當時下雨,畫面就非常模糊 我拉回後來看看 其實像 第一個看到的,這個所謂的白色影 在車的上方,下跌了下來的 那其實 就排除了在車上跌下來的 因為門都沒有開到 對了 大家可以再 拉回後來看看 跌了下來的 那又走到車後面,如果在車上跌出來的話 那就應該 在前面 或者在最近的位置上車 那 都是沒有的 那 如果這樣的話,會在車頭過 走到司機位旁邊那邊 上車的 那 其實 拉回去,再拉好一點 其實呢 上面又是天橋的 那 最大的機會呢 就是 由上至下跌下來的 坐在這裏,跌下來的 剛好就沒有被黑色車撞到 那我就覺得 這段片 並不顯示到一個時空旅行的人 那 只不過 在 上面的橋 跌下來的人 那 因為這樣看 一條橋上面 有另外一條天橋在這裏 那 就有機會在那個位置跌下來 所以 就 這條影片 又 看不到這樣 那 就覺得應該是一個 跳橋的人士 然後又坐了下去 地下 是這樣的 好啦 那就 多謝各位看啦